你知道那些高考落榜的女孩们 最终都去了哪吗 李莉高考失利后 进入当地一家纺织厂 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女工 每天面对着轰鸣的机器 做着单调而枯燥的工作 她的人生好像一眼就能看到头 这天因为在车间里吃午饭 领导扣了她50块钱 她一个月也才800的工资 气得找到领导炒了一家 但还是没能改变结果 下班后她带着儿子 一起去单位澡堂洗澡 女同事们早就习以为常 为了节省家里的水费 那时候的女工大多都会这样 洗澡时李莉和同事抱怨起扣钱的事 一问才知道 原来不止她一个人被扣过钱 工厂生意不景气赚不到钱 就想着法扣大伙的工资 吃了没文化的亏 李莉的收入不高 所以特别重视培养儿子 专门给她报了钢琴班 就在儿子练琴的时候 李莉却突然流起了鼻血 起初她并没有在意 以为是上火了 用围巾随便擦了擦 也没放在心上 练完琴回到家 老公已经做好了饭菜 这样的生活一成不变 每天重复着上班下班带孩子 就跟她在工厂的工作一样 机械而枯燥 然而生活就是在 你以为一帆风顺的时候 不经意间给你重创 这天李莉在厂里参加大合唱时 突然晕倒被送进医院 检查出来的结果是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血癌 对于普通工人家庭来说 治疗费用无疑是天文数字 李莉的丈夫几年前从工厂下岗 现在靠卖鱼为生 日子本来就不宽裕 她的病更是让这个家血上加霜 但是如果不治疗的话 李莉最多只能活六个月 听到这个消息 她瞬间绝望了 五十万的治疗费用 她工资八百块 丈夫一个月能赚一千块 总共不到两千块的收入 即便不吃不喝 也要二三十年才能赚够 李莉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的生命会如此短暂 她都不知道可以找谁倾诉 工友安慰她 人最重要是想开点 想吃吃想喝喝 千万不要亏待自己 有那闲工夫伤春悲秋 不如多赚一点钱 原来看似乐观的同事 前几年得了癌症 为了治病花了十几万 最后丈夫也和她离了婚 都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看来这话一点都不假 经历这件事后 同事也算是想开了 现在她每天下班 都会去舞厅陪人跳舞 有钱赚不说 最重要自己也开心 同事问她要不要一起去跳舞 但是她现在活着都难 又哪有心情去跳舞 自从得了这个病 李力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 她实在扛不住了 想到了自杀 女人买了一个蛋糕 关上门窗打开煤气 再将安眠药插在蛋糕上 随后一口一口地吃了起来 她得了白血病 生命只剩下最后五个月 巨额的治疗费用 让这个家不堪重负 她最终选择了自杀 谁知这时儿子回来了 李力赶紧开窗通风 看着乖巧懂事的儿子 她突然又舍不得死了 于是赶忙跑到卫生间 将刚刚咽下去的蛋糕 抠着喉咙又吐了出来 经历了这一出 李力也想开了 她不再纠结那么多 反正都是死路一条 不如让自己快活一点 下班后就跟着同事去舞厅跳舞 第一次来这里 她还是有些拘谨 临坐的男人好像看出来了 主动和她搭讪 邀请女人一起跳一曲 两人聊到最想去哪里玩 李力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她要去北京寻找自己的初恋情人 这些年她一直有一个 闷在心里的愿望 就是要找到十年前分手的恋人 从西安调到北京 之后就阴性全无 李力给她写了几百封信 却一直收不到回信 后来就嫁给了现在的丈夫 当天她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 丈夫也没有多问什么 只是让她路上注意安全 出发那天父子俩在车站为她送行 李力到北京支布厂找到了初恋老赵 眼前的男人满脸沧桑 哪还有记忆中意气风发的样子 晚上两人坐在餐馆吃饭 说着说着就聊到了过去 当年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李力的父母嫌弃老赵家里穷 死活不同意女儿嫁给她 后来男人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北京 两人因此彻底断了联系 李力要老赵陪她到北戴河看海 他们抱了个一日团坐上了大巴车 在车上李力说出了埋藏在心底的问题 当年她寄了那么多封信 为何男人一封也没回 没想到老赵竟说 他一封信都没收到 当年他也一直等着李力 后来听说他在老家结婚了 男人彻底死了心 选择在北京成了家 只不过婚后的老赵并不幸福 妻子出车祸后脑子不太正常 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 她放下当年心爱的守风情 变成了一个平凡的织布工人 也许这就是造花弄人吧 真心相爱的两个人 最终却还是错过了 他们也有了各自的家庭 这些过往也还是不要再提 在海边他们遇到一对韩国情侣 对方想让他们帮忙拍照 为了感谢两人 还热情地为他们也拍了一张 答应等回国后给他们寄过来 完成心愿后李力再无遗憾 曾经的不甘已经释怀 她也没有把自己生病的事说出来 只是选择了不告而别 但是她并没有踏上回家的火车 而是偷偷跑到铁轨旁 想要握鬼自杀 女人躺在铁轨上 身后是火车的轰鸣声 她身患觉症命不久已 了却最后一桩心愿后 李力心中在无牵挂 为了不拖累家人 她选择了握鬼自杀 下一秒火车驶过 铁轨旁只剩一个袋子 李力就这样死了吗 镜头往下一拉 原来并没有 当火车驶来的那一瞬间 面对死亡的恐惧 她本能地缩回了身子 最终失去了自杀的勇气 李力忍不住抱头痛哭 悲伤没有持续几秒 铁路工作人员找了过来 大喊着要抓住她 李力一下子哭不出来 站起身把腿就跑 回到家后又有一个噩耗传来 工厂生意不仅弃大面积裁员 李力下岗失业了 本就不赴玉的家 现在愈发困难了 她只能去火凤凰跳舞 赚点外快维持生计 丈夫知道后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每天默默守在舞厅门口 这天跳舞时 有个男人对李力动手动脚 两人爆发冲突 门外的丈夫当即冲进去帮忙 正义中李力却突然晕倒过去 丈夫赶紧将她送到医院 医生的话给李力判了死刑 可能是明天 也可能是后天 她随时可能再也醒不过来 李力已经不想再治病了 她让丈夫把钱留下来 以后儿子读书结婚 要花钱的地方太多 何必浪费在她一个死人身上 丈夫嘴上答应得很好 背地里却卖掉了唯一的房子 无论如何都要给妻子治病 她确实没有什么本事 但是也做不到 眼睁睁看着爱人去死 可是年幼的儿子 不理解大人的行为 她不明白爸爸 为什么要卖掉房子 于是生气地找到妈妈告状 爸爸把房子卖了 你说话叫胡说三年 你就是把房子卖了 我本身就不想到医院来 儿子的话深深刺痛了李力的信 隔天她收到了一封 韩国寄来的信 里面是一张 她和老赵的合影 而远在北京老赵 也收到了那张合影 拿出许久未动的手风琴 重新拉了起来 她不知道此时的李力 正在医院抢救 这首歌更像是在为她送行 李力终究没有扛过病魔的折磨 临死前她紧紧攥住丈夫的手 心中满是不舍 她还没有看到儿子长大成人 生命就已走到了尽头 在死之前能知道当年的事情 能看到那张迟来十年的合照 也算是了结最后一桩心事 作为纺织姑娘的李力 只是一个普通工人 却有着浪漫的爱情 也有着在患重病之时 和别人不一样的思维 她固执地仿佛一根筋 一定要把想不明白的事弄明白 死亡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面对死亡的恐惧 所以李力的坦然赴死 才会显得格外震撼 她最终还是死了 在新年的第一场烟火之前 她的灵魂缓缓起身 抚摸为她守夜的丈夫的头 走到窗边沉默地看烟火